订阅,点赞,订阅,订阅 哦 它是有很多吗 不过 它是没有 看一下 艾莉,艾莉 可乐,你好 艾莉,你在干什么 我干...对了 等一下,可乐 你最近有没有看 《猪落街世界3》 那部电影里 有一个长满羽毛恐龙 啊,我看了 你说的是火道龙吗 那个长着一身红色羽毛 像大鸟一样的恐龙 对啊,对啊,是火道龙啊 恐龙也是有羽毛啊 给 凯莉,快乐一家 我以为呢,恐龙 就都是光秃秃的铃片呢 其实,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将恐龙,羽毛 以及鸟类联系起来 但实际上,第一个让我们发现 恐龙有羽毛的化石 是有史以来 最早的恐龙标本之一 它是十足鸟 于1861年 从德国的石灰盐矿中发现 它的生存年代 可追溯到侏罗纪时期 接着在1996年 辽宁一县的一位农民 捐了一块恐龙化石标本 这只恐龙从头到尾都覆盖着像羽毛一样的皮肤生物 科学家研究后 将这只毛茸茸的恐龙 命名为中华农鸟 随后 又在无数的小型肉食性动物化石中 发现了羽毛的痕迹 原来有一部分恐龙也有羽毛呢 那可乐 霸王龙有没有羽毛呢 截至目前 人们还没有在霸王龙的皮肤化石上 发现过羽毛痕迹 另外 霸王龙这么巨大的生物 如果有羽毛的话 会因为无法散热而被热死到 科学家推测 刚从蛋里孵化出来的暴龙幼体 应该长有暴龙龙的羽毛 因为年幼的霸王龙和成年的霸王龙 形体差距很大 年幼的霸王龙偏瘦长 而且要经历漫长的幼年时候 才会变成成年霸王龙 长大后的霸王龙为了更好的散热 羽毛就会掉光了 啊 原来为了更好的散热 就没有羽毛啊 嗯 不过我想一想 如果啊 它有羽毛的话 不会那么可怕的 对吧 还是霸王龙没有羽毛更好